中国热播线侠剧《互信》 由侯明浩、周野、林贤朱燕 自开播以来虽收视率频频 但也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该剧改编自同名人气小说 原作者也担任了电视剧编剧 然剧集的最新一集中 男主角为了救人竟然伤害了女主角 随后还一走了之 完全没有解释其中原因 让观众们瞬间气炸 怒批男主角原设崩塌 此外剧组的通告单案意外流出 泄露了即将拍摄的内容 包括男二戏份大大增加 让网友震怒要求全部剪掉 更批评男二是男小三 剧中饰演男二的王以伦 日前清自开直播解释 自己的角色秘密会逐渐解开 也希望大家给予多一点耐性 原作者也发长文回应 基于对男主角的角色剖析 他认为这个桥段是必要的 结果反被网友质疑是在给男二加戏 对他的解释自毫不买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